馬超先生 馬先生很準時啊 無緣 先生請問需要點什麼 一邊沒事發揮 好的 請稍等 馬先生 所有的資料都在這裡 馬先生是打算回去以後再開 馬先生 我知道你是行業內的精英 深知行業內的遊戲規則 我之所以請你來 我是覺得你有這個實力 只要你幫我完成這件事情 錢不是問題 先生這是你的咖啡請慢用 謝謝 我的公司上市以後 我給你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外加五個點的現金 Louise 馬先生接受了 你令情高明吧 你不會是忌憚成功系 在美國法律界的實力和地位吧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就令情高明 應該沒有跟他們去練習 我一定要留給你 穿過了 這個咖啡 所以我可以做一件事 把領養得吃好 洪醫師 原本就沒有 我們要說 您現在真正是 您的手自菜 你开架 有点意思 要是公司这次能顺势力地 被芝加哥财团收购 那么公司将来会迎来宽阔的市场 和丰厚的利润 这想想就让人激动啊 就说 你说这董事长 虽说是个女流之辈 但能力却非常出众啊 你说上次 带领我们公司上市 我们赚的是盆满钵满 这次 他竟然跟美国的大财团联系上来 就从这点 我服 你说呢 说到赚钱 那换谁都记得我 我现在恨不得 马上就到下个月 有信 有信 晚上有时间吗 一起吃个晚饭吧 对不起啊 今天我没时间 对不起 没关系 我当时是走后入眸 为了一个孙子 我居然 居然同意你离婚 居然同意你不要他 他居然一大一无所有地离开了咱们的家 我们真是对他欠下了多少的债 有多少的虐言 儿子 现在梅花工作又忙 我受那么多多苦 却还是对我好照顾的 我真是 我们真是对不起梅花呀 嗯 嗯 妈 妈 哎呀 那么晚回来 来看电脑啊 我呀 知道你今天晚上看电影中 吃不好饭 所以啊 特别给你买了点面包 你吃点 来 喝点牛奶 对我也有好处 我不饿 喝一点 来 听妈的 来 搁搁这儿啊 嗯 好喝 嗯 谢谢妈 怎么了 这好端端的又唉声叹气的 是不是想圆圆了 不是 梅花 我看见你每天工作那么辛苦 人都瘦了 妈妈心疼你 妈 您不用担心我 您把自己照顾好了 您把自己照顾好了 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了 本身吧 以为陈律师跟你好 骂得欠也可以少一点 可是没想到 陈友昕她 她现在什么都记不住 你说说你现在工作那么忙 要照顾陈友昕 这一切都是无意造成的 她用车撞了她 灯是造的孽呀 妈 一切都过去了 我现在很好 您不用担心 谁还没个困难呀 我能挺过去的 您要是为着我想 您就把身体啊养好了 和我一起照顾圆圆长大 好吗 你快点 妈不影响了 好 妈先走了 面包跟牛奶 待会儿吃啊 好 您放心吧 妈 别胡思乱想了啊 早点睡 她失忆这么久了 已经成为事实了 与其这样 我们应该换一次吧 让她 重新爱上你 好 有限 我觉得 我现在是世界上 最幸福的女人 我跟你一样 我也是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男人 有限 我一定要找回你的记忆 你该吃药了 你该吃药了 我一直看在那边 你快去看看 去吃药了 他做谁 我走 要嘗小 我走 你把什么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有信 我一定要找回你的记忆 妈 你怎么起这么早啊 我还想着早点起来 给您做山药粥这样好算话呢 快坐 快坐 妈妈这个年龄啊 睡眠就是少 一早就醒来了 我想啊你最近工作忙 所以呢我想给你熬点粥 让你啊一天精神一点 谢谢妈 来 来 我帮你盛 米花 妈妈 妈昨天一晚上没睡好 我琢磨来琢磨去 我觉得吧 我还是回老家吧 妈 您是不是觉得我最近陪您时间太少了 这样 我以后啊早点下班回来 多陪陪您 回什么老家呀 回老家又没人照顾您 您哪儿也不去啊 就在这儿待着 没话 不是这么回事 就算你整天陪着妈 可妈这个心里还是空落落的 你说说这房子那么大 我每天在家 多耽误事啊 再说了我回老家 那有老朋友可以白天聊聊天 我觉得别太麻烦了啊 这里的邻居我也不熟 妈 您说什么呢 这儿就是您的家呀 我就是您的亲闺女 您还要谁呀 这儿就是您的家